可能跟在座的大多数都是同行 然后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部门针对英特尔IPO所做的几种解决方案 软件解决方案 然后今天介绍的有四部分 一部分就是说 简单地介绍一下英特尔这个IPO产品线 然后接着是会介绍一下我们部门在利用英特尔IPO 做了一个存储方面的一个解决方案 还有接下来就是一个基于容器镜像的一个 卸载的一个加速的解决方案 最后呢是就是大家也提到了前面几位老师也讲过 服务网格方面的东西 然后其实服务网格也可以放在IPO里面进行卸载 所以最后也是一个针对服务网格在IPO里面卸载的一个解决方案的介绍 那么这个前一部分 我刚才讲的第一部分其实是对英特尔产品线的一个介绍 因为这个不是今天介绍重点 并且大家可能对这个IPO也有所了解 所以有可能过得这个稍微快一点 IPO呢这个是英特尔的一个称呼叫做这个 Infrastructure Processing Unit 是吧 然后大家可能知道其他我们友商叫做DPU 是吧 Data Processing Unit 其实可能指的是同一个东西 然后现在那个业界里面这种各种 CSP也好或者我们互联网公司 对这个IPO的探索呢也都是如火如荼 并且由这个最开始比较简单的这种 最开始的IPO的形态叫Smart Neek嘛 就是对网络的功能也卸载 然后逐渐的演进 演进到这个对各种 在以前在主机上的各种这个软件的component的卸载 大家可以看到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其实是最早的Smart Neek的形态 是对网络卸载可能就是说在VSwitch上面 把VSwitch卸载到IPO里面 紧接着就有人做了对Storage卸载 存储上面的卸载 然后存储卸载基本上就是说 把这个存储的所有的子系统打包到IPO里面去 对上层只是提供一个比如说WaterIO 或者是MME的一个非常简单的接口就可以用了 然后接下来 因为这个在网络和这个存储过程中 它的路径上难免会有一些压缩解压缩 是吧 加密的一些功能 所以这部分功能也会就被卸载到IPO里面 因为如果不卸载下来的话 会绕到绕回CPU再去做这个事情 就很难办 这路径很难看 是吧 所以这个第三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已经把这个存储 就是把那个压缩解压缩 以及这个加密这套东西 卸载到IPO里面去 然后第四部分是把这个我们叫做Infrastructure 就是Cloud Infrastructure 比如说以前的那个IS层 或者是那个Kubernetes这些有些部分功能 以及这个对Hubvisor的一些功能 都放在这个IPO里面 那么其实 用户所能看到的就是一个纯粹的 Bair Metal Server 然后里面的这CPU只是 这些CPU Memory 以及这些资源都是给这个用户跑 它的Business的这个逻辑的 真正的这个CSP或者互联网 所控制的这部分这个控制层 Control Path都在IPO里面 这是现在目前演进的这个第四阶段 然后这个有一个这个V人嘛 讲一下英特尔的V人 就是IPO可能是将来这个异购计算的一个核心 是吧 大家都知道异购计算现在也比较火热 然后那个从以前的CPU为中心 到现在有GPU或者SPU各种加速卡 都这个计算量现在都很大 然后将来呢如果是说从整个集群考虑 你的这些东西主机上的资源 要和这个Storage和外部的这些 其他的这个网络资源进行这个互通 进行交互 那么其实IPO是整个这个链路的中心 所以IPO可能是将来计算的一个 最核心的那个组件 然后这个是我们英特尔的这个产品线 从2021年 大家先看底下 先看下面这块 从2021年这个最初这个产品 这是基于这个FPGA的这个产品 FPGA加上那个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扣在里面 叫做Big Spring Canyon 所以大家从面面看啊 这叫堪念的这种大峡谷类型的都是GFPGA的 然后这个叫Mount的 就山的啊 山的都是那个ASIC形态的 然后2022年我们就那个就生出了两种形态啊 一个就是这个Auq Spring 这种大峡谷形态的这个还是那个GFPGA的 然后ASIC叫Mount Evans 这是我们跟一个国际的一个著名的厂商一起合作 做的一个产品 大家可能就是有关注这方面的可能也都知道 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将要发布的这两个产品啊 一个是那个Hosparin Canyon和这个Mount Morgan这个产品 现有的这两个产品是总体是200G的一个带宽 然后2023年2024年这个产品是400G带宽 然后接着这个我们产品线还会继续啊 继续 这两个这两个形态的产品线都会继续 然后上面的话其实基于IPO呢 我们其实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 基于IPTK的生态啊 IPTK是个我接下来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其实IPTK是这一套软件生态的核心 然后里面呢是其实有皮包啊 SPDK啊 DPTK啊 这个大家可能图标放的比较小 这个是Intel Open FPGA Stack 就是相当于是这个用这个东西可以把你的这个逻辑啊 直接搜到这个大峡谷系列的这IPGA里面去 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随时随时打断我问啊 然后那个这个是一个具体的一个比较吧 就是我们那个刚才讲了2021年发布的这两个产品 它的这个这个比较 然后那个这个 这是2021年发布这个Big Spring概念嘛 它其实是最主要的是这个2x25的一个带宽 就是两个POT嘛 然后每POT是25G的一个带宽 然后这个Oak Spring就是即将发布的这个产品是两个POT 然后每POT100G带宽 整体上是200G带宽 然后那个这个灵活程度呢 其实是这个Oak Spring其实在灵活程度方面会有很大的提升 因为它支持了这个Intel的OpenFS 就是前面讲到的这个Open FPGA Stack这个东西 所以它是构建了自己的生态 然后那个这个Big Spring概念这个其实是需要有一部分这个定制开发的 然后其实在国内有很多家公司啊 包括那个云厂商 然后还有一些互联网公司也都采用了这个 以它为蓝本采用了一些 做了一些这个后续的这个开发 这是那个ASIC的那个形态的MountAmers的一个架构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最主要的就是说里面有这个网络的线载 RDMA和这个Line都有 然后这个也有存储的线载 MME在也有 然后这个刚才讲的这个Currito 是吧 这种加解密的或者是这个压缩压缩的也都在里面 这个其实是跟那个某一个头部厂商嘛 国际头部厂商一起联合开发的 他们有需求 然后就去Intel 找到Intel 我们去跟他一起去合作 做了这个东西 IPDK IPDK这个大家我估计这个做IPO的可能都有所了解 我在这儿简单提一下吧 其实是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也不仅仅有Intel一架在里面 然后它基于IPDK的其实 IPDK它的就是玩法或者它的备有方法是基于这个recipe的 就说你要指定你的target 好在什么地方 target的可能是这个一个 它支持多种target的 不仅仅IPOtarget的 可以跑在CPU上面 可以跑在这个switch上面 然后你指定你需要哪些功能 比如说你要Water Network Water Storage 然后指定你的target 它就能build出一个可以跑在这个目标target的一个东西 当然也支持你在里面做一些二次的内嵌的开发 这个跟我刚才讲的差不多吧 这页就省略掉 我是把时间重点放在后面 这一页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那个IPDK的一个使用场景或者方法 就是说这个recipe现在支持这几种 然后那个target有这么多 然后基于这些东西可以就是build出一个目标的一个可执行的一个东西 然后大家可以这个重点注意一下这个covernetist offload 这个接下来会用到这个东西 就是说可以把这个k5s的一些功能 offload到这个IPO里面去 我后续在讲那个sermash的时候会提到这个事情 然后接下来讲这个我刚才提到了三个三种解决方案 是我们这个整个部门基本上三个团队在做这个事情 我在这三个解决方案里面都有所涉猎 都有所投入 但是投入的程度不一样 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大家这个直接提出问题 我这个如果细节上我这个emote的不是很多 我会找到相关的负责同事给大家解答 这个IPO对这个storage的一些卸载 那个左边这个图就是传统的就是说没有IPO 大家在这个物理机或者虚拟机里面怎么用这个remote storage 是吧 就是通过这个网络接口走到这个可以是一个MME的阵列 可以是ISGAS也可以是SEF 是吧都这么用 那么如果有IPO是个什么样的形态 这中间这个框框是IPO IPO IntelIPO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叫IO complex 这部分可以是那个FBGA做的也可以是ASIC做的 这部分叫call complex 这里面其实就是一个大家理解成一个就是轻量级的小主机在里面 里面有ZionD的一个CPU 然后相应的memory在里面 然后这个IPO这个里面这个IO complex呢 其实对主机侧展现出的是一些就是通用的接口 这里面示意的是waterIO block的接口 其实可以是MME的接口 也可以是别的接口 然后这个这些接口都是通过那个SROV或者SLV 通过这个VF向上展示 这里面画的有VF和PF 这个可能比较 这个误导 比较confusing 其实PF主要是那个管理侧 主要是VF向上偷传这个 这个网络的那个 存储的这个能力 然后呢这个主机侧 可以是一台这个虚拟机 可以是一个container 它可以直接用到这个waterIO block 或者是MME的设备 这个block设备 然后它使用的时候这个IO呢 可能就从这个VF这些进来 进到这个IO complex 但是你如果 你后面接的是一个 比如说你SRC或者SIF的设备 这边来的是一个waterIO block的这个语意 这个语意要转换 转换怎么办呢 现在这个 这部分功能没有做到这个IO complex里面 都是在这个call complex里面 就是这里面跑了一个SPDK 可以把这个 这块的waterIO block的语意 需要转换成对应的 你的target的语意 是吧 这部分做一个转换 转换完之后呢 还要通过这块网卡 这也是个网卡 发出去 发出去之后呢 从这个网卡 走到这个目标的remote storage 这是一个最直观的一个玩法 最直观的玩法 但是大家很 一眼就看出这个玩法有什么问题啊 就是 这路径很长是吧 到这绕了一下 这里面还做了一些一定的计算 然后基于这个 其实我们没有基于这个 这个直观填瓦做产品 其实后续我接下来几个slides会讲 基于这个 最直观想法我们做了一些优化 看看怎么针对SEF 做一个比较轻量级 然后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就是如果把刚才那个图 具体到 如果我们连接到的是个SEF的cluster 应该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块的话 如果是可以向上展示的 这个waterio block的一个设备 或者是可以是个NVMe 这个没有关系 但是呢这个你在SPDK里面 就是靠Complex里面的话 你需要做这个RBD 把这个waterio block 这个语义转换成RBD语义 然后这里面还要通过LibRBDClient 去连到这个SEF的cluster 真正连到SEF cluster 这个计算量就很高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面需要对这个CPU资源 或者Memory资源要求很高 并且呢这个有这个协议的转换 比如说这个SEF可能基于这个TCP的 需要从这个这部分的TCP的加速 或者是Reduce那个加速的话 可以放到这个可以硬件去加速 可以硬件加速 但是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做 然后为了解决上述我们提到的问题 我先介绍一个背景的一个项目 就是SEF里面有个叫Safe Gateway的项目 这是社区在做的项目 它什么意思呢 就这个东西中间这个框头是Safe Gateway 这Safe Gateway活生生的分成两部分 四列成两部分 前端就是一个NVMe的Target 它就把NVMeTarget的语意转换成RVD的语意 然后后面对接一个Safe Cluster 所以它的功能是什么 大家看着 就是说你在这个IPO测或者host主机测 你看到的对方是一个NVMeOF的一个Target 事实上它是一个Safe集群 这个Safe Gateway这个项目 就是做这个事情的 中间这个框头就是做这个事情 有了这个项目 是把IPO测或者主机测 你所做的功能就很简单 比如说回到上面这张图 其实我在这面的话 其实我这个就是一个可以是个NVMe的设备 虚拟出来一个NVMe的设备 然后到这面的话 其实我只是需要把NVMe这些语意的话 直接Foward的给Safe Gateway 就可以了 这面的话其实可以就是不处理 或者是做一些少量的处理 这样对这个资源消耗就比较少 在路径IPO里面就比较快一点 是吧 就是如果搭建了这个Safe Gateway 相当于是我们把那个翻译的功能 放到这个Safe Gateway里面来了 那这样有什么问题 有优势 我刚才讲到优势 但是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这个Gateway是需要硬件的 它是个单独的Server 或者是一个集群 相当于是你的计算不在这里面 你放到这了 然后这个需要有两条嘛 走了两条 这个latest可能也比较长 但是这个项目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是有一定启发的 一定启发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做了 这是那个社区里面有人做了一个性能的比较 是这个人做的 这IBM的一个同事 他在社区里做了一个比较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红色的这个 这个柱是这个没有 没有IPO 没有Gateway 没有Gateway这个东西 没有Gateway 正常使用通过Lib,RBD,Client 然后直接连Safe,Server,Server,Cluster 这么一个收入铺的 然后那个 这个紫色的这个条 这紫色的条是那个 那个有Gateway的 就是刚才那Gateway的那个 有两条的这个收入铺的 然后这个标志是ARM 其实这是什么 它是用个ARM设备来模拟的IPO 其实就是这个就是最开始的 相当于 我们理解相当于这个场景 这个场景 它的收入铺的 然后这个是那个紫色的图 紫色那种柱状图做表示的 然后红色柱状图表示的是原生的 如果用那个Safe 红原生的这个紫色铺 大家看到肯定是原生最好 是吧 最好 Gateway这个也不错 但是比原生稍微差一点 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放到那个IPO里面实现 就这个东西 它标识ARM 它用ARM-based device 然后这个就差很多嘛 是吧 差很多 所以就是 这种 这个性能比较就说明了 说不能这么做 不能像那个就是很直观的那种想法那么做 那怎么做呢 其实这是我们的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相当于把Safe Gateway 简化了 打散了 把Safe Gateway功能就是 分成每一小部分都放在这个 在这个Safe集群的每一个OSD 设备的节点上面 都放了一个Safe Gateway的一个功能 这部分我们尽量精简 让它这个不占用太多的这个 这个计算资源 所以怎么精简呢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Safe Gateway里面 它是有多个Namespace的 NVME的这个 多个Subsystem的 NVME的Subsystem 这是个M 这是个N 就是两个表示它是多个的 然后后面这是多个这个RBD的Image 这是SYZ 是吧 多个 但是 我们为了这个设计上简单 然后预算上 预算上简单 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设计里面 我们只是一个 一个NVME的一个Subsystem 然后一个RBD的Image 就相当于是你在前端IPO 你多个主题色看到的 其实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NVME OE的一块 存储设备 就一个存储设备 然后它对应的后端是一个RBD的一个Image 当然这个RBD的Image 会分目在这个 很多的OSD设备上面 然后这种使用场景是什么的 前面其实是多个HOST的 每个IPO可能就是 每个IPO是接在一个自己的一个HOST上面去 而这HOST上面会建立很多那个就是 WorldIO device 或者是那个虚拟的NVME device 那么这些WorldIO device 或者是NVME WorldIO block device 或者是NVME device 它其实它的数据啊 是分布在这个 这些OSD设备上面去 那么就是有 就是譬如说有一块盘 它的数据有一部分在这 一部分在这 一部分在这 那么你的IPO过来 你怎么找到这 是吧 怎么找到它的具体是在哪个设备上面去 如果这东西也死了 就是每次都访问 某一个 这个 这个OSD node 这有几个问题啊 一个就是说 这个 如果大家都写死了 这个不是很灵活 这个node可能是一个single point failure 是吧 就是一个单阶点故障的一个东西 那是一个瓶颈 然后呢 然后你每次都找它 它上面只有你一部分数据 其他部分数据在 在别的阶点上面去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远程的一个访问 这个latency会比较高 所以我们里面 做了一个叫hint table的一个东西 就相当于是 通过赛部集群 跟那个IPO做了一个握手 告诉你 你的那个 某一些 LBA的range Logical Block Address的range 在哪一个OSD设备上面去 也就是说你要访问哪一个节点 所以 如果你就是主题测 发过来一个IO请求 然后给一个LBA的range 然后IPO会需要知道 这LBA的range 对应到哪一个port上面去 哪个节点上面去 比如说这个LBA的range是在这 它需要直接去这做一个请求 然后直接访问这个当节点的 这是local的device 然后这样的话 这个速度就比 就是说你随机去找一个节点 然后可能是访问的一个远程的节点 要强很多 所以这里面其实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怎么样去生成这个 叫我们叫做hint table 然后怎么样处理 就是说你这一边 cif节点有变化 就是加了一个节点 减了一个节点 这些kint table可能会变化 怎么做这个updata 这些工作在里面 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大家 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 seqlout的一个 IPO的storage solution 其实目前就是这个样子 长成这个样子 然后这是它的一些优缺点 就是说主要是说这个省了那个 省了中间那个seqlout的一跳 是吧 如果你搭seqlout 它会有那一跳 然后有additional的 这个硬件资源的这个需求 你需要搭一台server 或几台server 来做sif gateway 这种架构里面是没有的 然后它也会支持说这个 那个本节点的 local的这个数据的访问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为什么说它是一个 一个seqlout的一个storage呢 主要是说这种 这种架构的话 可能后续可能不 不只是借seqlout 可能借别的那个 解决方案也都可以 接下来是 上面讲到的是那个 是我们对存储方面的一些 探索一些解决方案 这个就是说在这个 container image的一个 offloading的一个方案 然后这个它的主要的这个场景呢 是在这个 function and service 就是函数计算 或者叫我们现在叫 soverless的一个场景下面 然后里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能启动 大家也知道这个 能启动指的是 就是你一个 一个函数调用过来 但是你的那个 容器还没有起起来 是吧 要当场洗一个 这叫能启动 然后在里面的话 其实能启动其实分了很多部分 比如说你要起 就是从肯特地的开始讲 你要起shim 或者是shim完了之后要 譬如说你的函数是基于microVM的 是吧 就是虚拟化的 你需要起这个虚拟机 然后呢 同时你要准备这个container image 这container image是什么样呢 就是有些家的这个函数计算是说 我把函数 传上去 然后就自动生成了一个 比如说你是一个 node.js的一个函数 用node.js runtime 然后它可能就是说 基于node.js一个base image 给你直接把函数打包 然后生成出一个 一个你 专为你的函数的生成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container image 当然有些家的实现方式就是说 动态注入 就是我先给你起了一个 node.js一个运行环境 然后在第二步我再把这个函数 注入进去 当然这几种方式都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快速地把这个container的 RootFS给组织出来 然后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 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在IPO里面的一个探索 然后这个东西是我们那个 其他同事已经在那个 这个SDC Storage的一个conference上面 已经2022年已经讲过 并且我们申请了相关的专利 主要对这张图表讲吧 就是对着这张图表讲 上部分啊 上部分是这个主题测 主题测 现在我们正常来说 正常的这如果没有IPO 这个offload的这个 路径的话 正常的主题测是这么做的啊 比如说 你的container container的这个可以用RainC起的 正常的这个RainC的container 也可以基于这个VM的 container 这里面用那个Cata来示意 然后就是说你起东sham之后呢 会靠到RainC嘛 然后你sham需要把那个你的RuteFS RainC的RuteFS 或者是这个Cata里面需要的那个 Cata里面其实也是个RainC 它也跑了RainC 需要把那个里面的container RuteFS给组织出来 然后这个RuteFS呢 其实 相当于是你要铺这个 如果这个image当前 没在当前基点上 你要去那个report里面把它铺下来 是吧 铺下来之后也需要解压缩 然后这个目前这些image都是分层的 把每层的解压缩 然后如果是基于overlayFS的 你需要通过overlayFS 把它们给压缩成一个 一个目录 或者一个什么可见的实体 或者一个block device 呈现给这个container的Runtime 就是RainC或者是这个VM 然后帽子上去 然后里面container才能执行 基本上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我发现是完全可以放在这个IPO里面做的 放在IPO怎么做呢 就是说这个containerRuntime这块 containerRuntime这块需要这个有一个沟通软件嘛 就是说containerRuntime说 我告诉你IPO说 我收到了一个container的一个这个启动请求 然后你来帮我组织这个 组织这个rootFS 那么这个IPO里面收到这个 这个service呢收到这个请求 就会去这个 containerImage Registry去pool这个Image 假如是local如果没有cache的话 就去pool 我们讲的就是完全没有开始的情况 就是pool 那这里面为什么写了两个registry呢 就是这个刻画的场景就是说 我刚才讲到那个代码动态注入的那个场景 就是说譬如你有一个node.js的一个base的image 这里面只是个node.js的runtime 然后你的代码放在这儿 这个需要把这两个image 曝下来 然后放到这个不同的cache里面去 然后就根据这两个image去叠加 生成一个真正的这个rootFS 然后呢 我们这个IPO里面可以把这个功能全都做进来 做进来之后呢 这个生成的rootFS呢 可以通过这个block device的形式 可以向上展示 比如说可以是一个nvme的一个 展示出是一个对主意侧看到的 这个nvme的一个block设备 或者是一个woodlblock设备 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你runc里面可能就是我需要把一个设备 然后展示出来 然后mount上来 然后告诉你 你的rootFS路径在什么地方 你就直接上这个路径上去用就行了 然后这个 针对虚拟化的情况下 可以就是告诉你 你的rootFS就在这个设备上面 你自己mount上来 然后到里面去看就行 然后这个就是 相当于是这个 就是把这个continent image的 这个准备这个事件呢 就放到这个 这个任务呢放到IPO里面去upload 然后一个就是说 这部分为什么说有价值呢 就是说 它的对performance高有哪几方面 一方面是它是有一定的 并行化的因素在里面 比如说你可以 就是continent这个时候 不去做这个事情 是吧 把CPU放出来 它可以做别的事情 可以准备那个 启动shame 或者准备其他的一些资源 就是有一定并行化的工作在里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东西可以 去用ASIC实现 用硬件去实现 这个专用硬件可能就比较快一点 因为这个 IPO里面对这个 Storage设备啊 支持的现在已经很多了 很多了 所以这里面 很多对于BDAO的处理都是复用的 都是复用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 可能是在这个 新有的这个对Storage的这个 处理的这个电路上面呢 加一些附加值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用专用电路去处理这个事情 可能会比较快一点 这是我们觉得 它加速的一个解释吧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前面大家讲到 两位老师都讲到Sumash Sumash 这个东西现在都在主机上面 然后我们其实也尝试了对这个Sumash 对IPO的一个Upload 这个我觉得 大家也都很清楚是吧 左边是个Sed Car模式 Sed Car模式 然后 其实 这个这些Sed Car完全是可以去 跑在IPO里面 然后呢 我们IPO对每一个 就在CEI里面做手脚 就是CEI你的你的炮的 你的Continger 你的Business Continger的流量 通过CEI把这个 把这个流量导到这个 IPO里面的这个Sed Car里面去 然后这个其他的逻辑可能都不动 就是说这些寻止啊 然后这些 这些操作可能不动 然后有一些这个硬件的加速在里面 就基本上想法就这样 想法就这样 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每个IPO对应一个不同的host 是吧 我们其实现在的这个使用场景就是一个host 上面有一个IPO 那么 这个同host 这些 这些 这些application怎么访问 其实这个可以用到这个EPPF的bypass TPIP的bypass 都可以 无所谓 都可以 就是 甚至不进IPO 但是这个跨host的这个东西 一般我们会通过CEI把它 这个卸载到IPO里面去 然后通过IPO去就是路由到别的这个 另外host上面APP上面就给过去 然后这里面的话其实 也就是说IPO因为它现在网络 存储 加解密功能都有了 都很完备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服用的 用了硬件的 服用了硬件的能力 然后这个是就是针对K8S怎么做这个事情 针对K8S怎么做 然后这是一个原理图 原理图 就最开始我们基于这个 SourceMath切载这个事情做了一个原理上的分析 比如说 这个K8S我们分成了两部分 一个是K8S的这个control plan 这是针对这个 这是针对那个用户的 tenant的一个可见的一个 逻辑上的一个K8S的control plan 然后接下来那块 就针对这个CSP场景 或者是我们互联网公司 互联网公司 它自己infrastructure这块 也有一个相应的control plan 这个针对IPO的这个场景里面 它其实是 就是对IPO资源的进行管理 IPO资源进行管理 而这个K8S的这个control plan的话 是对主机的资源进行管理 那譬如说你的一个用户 你发了一个 一个亚末文件是吧 然后 然后K8S的这个control plan发现 你需要 给你一个set card 给你一个SourceMath的set card 然后这个东西就这个 它会给你生成一个 IPO的一个 亚末文件 然后输入到这个 infrastructure这部分 K8S的control plan 然后K8S的control plan 它需要跟这个 infrastructure的K8S的control plan 需要跟这个K8S的control plan 它俩进行协调 协调目的为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要把这个IPO的Evoid 和你的host它俩对齐 是把它俩放在一个 一台机器上面去 就是IPO查到这个host上面去 你不能说你的tinent最后 你的泡子落在一台host上 你IPO在另外一台host上的 这个IPO里面 这是不对的 所以这边其实也是 起到一个调度的作用 它俩就要协同调度 然后把这个pod 放在这个host上面去 然后你的set card 放到这个 后子上插的这块IPO卡 里面去 这么一个逻辑是这样的 然后前面讲的这个原理图 然后针对这个 针对ECO Winwall的这个情况呢 其实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的 就是譬如这个在ECO里面 引入了这个三个组件 可能就是 就是没有没有 有些是那个就 就基于 ECO的这个生态里面做的 然后有一些是 那个就是做到ECO里面去了 然后 这一部分 P4 P4 Kubernetes 这个东西就是我在前面 让大家就是在讲IPDK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是那有个 Kubernetes Kubernetes offload的那个东西 就是就是这个东西 他为什么叫P4 那个Kubernetes 就相当于有些这个config 是通过P4下发的 下发到IPO里面去 然后这个inwall的这边的话 我们没有写成set card模式 也就是说 这里面可以是set card 也可以是那个 版本的那种 就是这个整 整个单节点 就整个整个节点有一个 这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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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模式 所以都可以都可以支持 然后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 一个 前面的图的一解释吧 就是我们用了 哪些东西 然后需要改哪些组件 基本上我要讲的这个 三个项目就这么多 然后看看大家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可以交流一下 就是看看大家 哎 各位那个 看看各位就是有没有就是 厂商上有没有这种类似的需求 让我们可以做一下进步的合作 那个我问一个不太专业的问题啊 就是刚刚我看您那个 你们有IPO和DPO对吧 他俩在这个就是 就是部署这些服务的过程中 有什么区别吗 您大点什么 我有点没听清 这个 就是DPO和IPO在就是 部署您刚说的这些 服务中他们有什么区别 你说这些服务是吧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 基于IntelIPO做的 开发的一些solution 当然DPO上面也能做 但是 就是我不太清楚有商有没有做这个事情 但是我们是那个 Intel的这个 就是 云软件部门 我们已经做了这个工作在IntelIPO上面 就是相当于说 有些是那个已经production ready了 有些是那个至少 POC已经出来了 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如果大家是有这方面需求的话 可以就是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接一下 就是看看能不能用到你们的那个场景里面去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 有商的话可能会 就是针对他们的DPO产品的话可能会 他也会有类似 我觉得就是这个idea可能是相通的嘛 但实现上可能是不一样 肯定是不一样 所以需要每个厂商有每个厂商自己的solution 是这样的 OK 那我再问一下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这个IPO 就是在那个mount和offload的过程中 需要考虑这种 开启的一致性之类的问题 开启机性是吧 你是说CPU开启的一致性是吗 对 就类似这种 明白明白 就是其实那个IPO本身 它对主机色呈现出来是一个PCIe device 所以如果是你的IO的 就是PCIe device有一种 方式就是说通过DDIO Intel的DDIO 直接把它的数据 去放到这个L3 cache上面去 L3 cache会有一部分Cache位 然后叫DDIO 就是相当于你的存储的设备 可以直接通过memory 直接把你的数据放到这个Cache上面去 它开始一致性已经被这个平台的这些硬件 所保证了 OK 就是说这开始一致性 就完全通过硬件 对对对是硬件来做的事情 软件不需要考虑 对对对对 除非是说你要说是就是数据 软件数据的那些Cache 就如果在IPO里面做了一些数据的开始 这个掉电是吧 怎么办 这个东西肯定是要是要从软件角度来考虑 但是硬件的开始 包括你 你像那个就是CPU的开始 然后那些包括CPU跟那个外设的一些打交道 这个东西都已经硬件去保证这个事情 OK 好好谢谢 没用 大家有什么问题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你好 我问的也不是很专业啊 就是您想得解释两个 一个是刚才您说那个FPGA那块 嗯 就是那块是解决什么问题 再一个刚才您提到就是说以后可能有些问题就用ASIC ASIC不就是本卡这些吗 那也就是说可能我这词可能不专业 是说一些它不会用一些操作系统来去解决调用 或者你这个container往里边这些管理上可能会用硬件去解决吗 这种类似 关于FPGA和ASIC这个东西 对对对 是这样 稍等我翻到那一页 这个产品 产品上我给大家更多解释一下 这其实是我们 Intel内部两个产品部门做的事情 FPGA我们是收购了一个 一个FPGA厂商嘛 大家都知道 是吧 是那个部门 这个部门做的 然后这个 这是我们 这个 源自于网卡部门的另外一个部门做的一个ASIC产品 它是其实两个产品线是两个不同部门 两个group去做的事情 所以FPGA这块的话他们因为收购了人家厂商的话 他对FPGA这边有很深的技术积累 然后他是 这个做了一个基于FPGA的这个IPO 他最开始做的这个基于FPGA的一个Smart Neak 就相当于是他有一些固化的 固化的这个功能在里面 但是你要是可以做一部分定制化 你可以去烧一些FPGA的逻辑在里面 然后实现你的自己逻辑 这是基于FPGA的这个IPO的一个长处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其实做那些solution 有很多地方如果一旦固定下来 这部分逻辑不想再变了 就可以做成这个IPGA的logic 放到里面去可以做 然后这个是另外一部门 他们就做的ASIC的解决方案 其实这两个产品线它是有沟通的 就是说就是IPGA它的好处在什么 它可以改是吧 可以改 但是如果有些逻辑 大家发现很成熟了 不改了 不想改了 就可以转换成ASIC ASIC成本低 然后速度会快一点 可以转换成ASIC放在里面 然后譬如我们刚才讲的这个solution 可以是就是说最开始情况下 它可以通过IPGA的 offloading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形式 去放到IPGA的卡里面去 但是如果一旦成熟了 几年之后发现这个没有太多bug 是吧 如果有bug的话 IPGA很好修 我再给你一个 再给你一个image 你烧进去就可以了 升级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ASIC 可能就要换板子了 是吧 所以如果这个沉淀好了之后 就可以变成ASIC的方式去在里面 这是这个两个产品线之间的这个这些关系 可以 然后这个回答您刚才的问题了吗 第二问题您能再重复一下 我年纪大了 休住 就是容器管理的 对 刚才你说可能会用到ASIC了 也说可能会让过那个我们传统那种管理方式是吧 就是那张图有这样提的 就是K8S那个部分 对对 K8S那个 然后你说可能会用ASIC来去管理 对 就是这块你提到一个ASIC那个字 这部分就相当于是 这部分功能呢 是我现在讲到这部分功能 就是我们在开发过程中 第一步 首先是用那个 用CPU 这里面的CPU做的 就是我前面抢到这个IPO里面是两部分 一个是IO complex 一个是这个call complex 所以我们开发基本上分两步 研发过程中基本分两步 一部分就是说先把你的功能 用CPU实现 就放在这个call上面去做 然后一旦POC成功了 然后验证性能 性能上通过了 就去做这个比较严谨的测试 如果测试没有问题 或者是就可以把这部分的逻辑 去做IPGA的 或者ASIC的一个加速在里面 因为这个涉及到硬件的成本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用FGA只是解决了一个加速 对对对 就是譬如说你这里面的 比如说管理上那个 对对对对 因为我会认为是不是就是说 管理上可能不像是传统的用法 我上面有一个OS 然后上面再加一些别的软件 这个就是主机色其实没有变 主机色其实还是OS 你看都是那个container的 runtime在里面 但是只不是container runtime 要配合IPO做一件事情 因为他那个像什么Docker 我不是这种容器行业 我是日积开发人员 他像那种Docker 然后那个K8S 他这种他也算一个小的操作系统 对对对 那他会跟FGA去结合 对对对 我这里面讲的就是说那个Docker 其实现在Docker后面也用到container D 是吧 Docker后面对接也是container D 就是container D相当于container runtime 在这里面就需要我如果你要用IPO解决方案的话 你就需要有这个我们这个紫色的部分 就是这个client的端 相当于这个client端要跟IPO进行交互 这边service端 其实以前的那个就是container image的这个组织 然后入台白色生成都是container D自己做的 他就不需要跟别人交互 但是你一旦把这个东西要offload到IPO里面去 你就需要跟IPO进行交互 所以这个container D需要改加了这个client的 跟IPO进行通信 告诉你说你需要给我准备一个什么东西 准备好了告诉我 这个相当的这个KPS或者是container 这些Docker Runtime 可能对IPO需要做一些适配 但是整体的大部分的逻辑 还都是在这个主题色这个KPS里面完成的 只是说有一些这个硬件上有优势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 或者说是另外一个IPO一个实践场景 就是说把这整个的infrastructure 这些东西去放到IPO 这样的话对隔离上或者安全上有好处 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个安全漏洞 说从容器逃逸出来 或者从VR里面逃逸出来 然后攻击主机侧的软件 但是这样主机侧 如果你主机侧跑的是你的那个 就是你infrastructure的一些软件 跑在主机侧 它很可能攻击到你的这个KPS上面去 攻击到你的这个S层面上面去 但如果你这些东西都跑到IPO里面 在天生硬件上隔离 这个攻击层面就就变得很小了 这么一个优势 感谢张老师的这个精彩分享 谢谢大家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先下来找我来了解一下 感谢观看